嗨,大家好,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5月24日澳洲重点新闻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 由于昆士兰流感病例数飙升 昆士兰州长宣布 从5月24日到6月30日 将为昆士兰人提供免费的流感疫苗 州长鼓励大家尽快接种 因为担心今年的流感季节的病情严重恶化 加上卫生厅长表示 病例数每周都在翻倍 希望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而且已经出现了流感和新冠的合并感染 有一些人还被送去ICU 接下来 新南威尔斯乡镇地区的一名60多岁的男子 被证实感染了日本脑炎后死亡 成为澳洲今年第五个日本脑炎的死亡病例 新南威尔斯卫生厅表示 在动物运输场所以及养猪场的工作人员 是高风险的感染群 建议这些人应该接种 针对日本脑炎病毒的疫苗 好 最后一则新闻 COSE超市宣布 以后购物车不再需要用硬币解锁 购物者只需要下载一个COSE Smart Shop App 目前现在墨尔本的Middle Camperwell 进行测试这个App App不会追踪消费者的定位 所以消费者完全不用担心 好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 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感谢观看